据媒体报道,10月28日10点,高云翔案正式在悉尼唐宁中心法院终审开庭。 高云翔一身西装戴墨镜现身,但女受害者目前尚未现身。 据悉,10月23日,距离去年3月案发已经有19个月,案件进入庭审环节。 高云翔的代表律师申请案件延期或法院批准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